Hello 大家好 我是莉莉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12点钟了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位于西藏的萨嘎县 这两天我就是在这边的一个停车场露营过夜的 这边是萨嘎县的一个停车场 那边就是公共洗手间 据说对面也有一个服务点 就是大家可以去露营过夜的地点 叫做佳佳镇服务点 然后我这两天都待在这里 晒得我要死了 今天必须得离开了 我这两天都是在这里 然后就是为了去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高原上的展销会 萨嘎县这边有一个文化旅游节兼农产品展销会 然后去看了一下 今天是闭幕式 本来想去看一下的 但是昨天我就发现人很少 所以就干脆不去了 好了 我今天要出发了 目的地是日喀泽吧 但是有400多公里 我想着可能要分两天去跑 不会跑那么快的 一天跑那么多 跑高速的话可能就跑400-500公里 但是跑国道可能就跑200多300公里 好了继续出发 这边的海拔是4500多米 将近4600米 老实说 这高海拔地区还是不是那么舒服 在这边待的 还是尽快去低海拔的地方吧 像拉萨的话 海拔也就是3600左右 在这边的话就4600 差了1000米了 还是去低海拔的地方去呆着舒服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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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我停下车了 好累啊 大概开了也就70公里而已 但是我很困了 这边的海拔比较高啊 特别困 今天天气还可以啊 前面有一个检查站 我就停在这个位置 旁边还有一些葬餐厅 后面还有一家葬餐厅 还有对面也有 好了朋友们 刚刚休息了半个小时 还吃了点饼干 现在准备继续往前走 老实说我还是有点困呐 但是比刚才好多了 现在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不然的话 今天哎呦呗 好了朋友们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镇上 这边这个镇叫做桑桑镇 感觉还蛮大的 这个镇人也比较多 看得出来车子比较多 然后我把车停下来了 准备要去超市买点水啊 之类的东西 车上没有水了 饮用水 先锁车 这边有一个生活超市啊 看起来这超市还算是挺大的 东西还蛮多呀 换钱水 一包 卖什么 一包多少钱 三块 三块 太新 小零食多少钱 小零食吗 这个一块 可以 好了朋友们 买了一袋东西 二十四块钱 有水 苹果 还有辣条 大家看这个苹果 这苹果是 零芝苹果 两个七块 三块五一个 小苹果 好了放回车上吧 这边有一个冒运商务酒店 我想进去问一下这个标间多少钱 或者说单人间 太久没有住酒店旅馆了 我得去问一下个 如果说是一百块钱以内 我就想住一晚了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标间多少钱 有一百多的 有两百多的 一百多的 两百多的 最便宜的是一百多的是吗 七个人 一个人 单人间有没有 有啊 单人间多少钱 那我等一下过来 马上 你一个人买 嗯 单间好一点 还一般的吗 那肯定就是单间啊 便宜一点的 那就是一百八的嘛 我跟你说 这么贵啊 嗯 太贵了 那你就一百二的 没有更便宜一点嘛 一百二还便宜 没有 没有啊 一百二就最便宜的 这样子啊 嗯 那我再看一下吧 那我回到日卡泽那边行吧 嗯 谢谢 日卡泽好一点 也要两百多 三百多 没事 我到那边的话 可以去找其他的 谢谢 你要确定给你算一百块钱吗 一个人住 一百多好 那有点贵 小贵 八九十差不多 谢谢您 谢谢 那给九十块钱 九十 就住了 哎呀 九十有 有二十四小时热水吗 要用 房间里面没有 外面有 你就是说 就不是独立卫生间吧 嗯 那算了 谢谢 谢谢 你要独立卫生间 一百二给你算 有独立卫生间 不行 算了 谢谢 谢谢 那你就给一百 我给你安排三轮 热水洗澡的都好 嗯 不 九十 九十差不多 九十我能接受 可以吗 你一个呢 可以吗 嗯 行吗 我先把车开过来就嘛 行 你一个了吗 哦 我一个人 好 好了 朋友们 我今晚准备住一碗旅馆 九十块钱 独立卫生间 看我这头 已经不成样了 必须得住一碗旅馆 洗澡 洗衣服 各种洗 嗯 好了 我现在开车过去 哎呀 今晚好好修整一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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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302 这是个山庄团啊 九十块 怪不得说老贵了 哎呀 这旁边 啊 哇呦 哇呦 新鲜的空气好多了 哎 哎 看老板娘给我安排的这个房间 居然是个三床房 这三个人 但是她只允许一个人住 也就是说 我只能住一张床 就不能搞乱其他的床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选择了这里面那张床 要不还是这张吧 反正中间那张绝对不能选 要不还是这张 对这张 然后看一下洗手间干不干净 嗯 还好 喝点水 哎呀 妈呀 我的天呐 我已经好多天没有住过旅馆酒店了 今天有点激动啊 今晚必须得把头发洗一洗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八点零九分了 看这边天还没黑 哎 甚至去看一下 嗯 真好吃 朋友们 刚刚买的这个灵芝的苹果 很香甜 很好吃 很新鲜 超级好吃 不过这烧吃要有点贵啊 好像是14块钱还是13块钱一斤 不过在高原上可以理解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 现在 天还没黑啊 刚才洗了头洗了澡 从头洗到脚 我感觉整个人轻了一斤 轻松了很多 突然有一种特别难得的那种安逸的感觉 你看 今天开个房间感觉心情 哎 轻松好多 所以说在车里面 床车 无论说是床车还是房车 住在车里面的时间都不能太长 住久了 心情会变差 我前几天心情都挺低沉的 刚刚洗了个澡 然后 感觉现在整个人身 整个人身体很轻盈 然后 很舒服 安逸 就是这样子 哎呀 好了朋友们 我等一下收拾一下东西 等一下 早点吃的吧 然后今晚就好好休息 就是这么一个打算了 这一期视频呢 就先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